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杨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月亮 今天月亮姐姐要开心了 因为这一站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而且地处边境 有你爱吃的烤肉和冷面 你猜一下 延边 没错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内里的单身男女牵线搭桥 非常期待 所以咱们首先也听一听今天的三位嘉宾此刻有什么心情 首先欢迎我们的情感助力官江振宇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江振宇 江老师之前去过延边吗 延边没去过 那冷面应该吃过吧 延边冷面吃过 所以我这一期节目非常期待 美食美景 应该还有非常美丽的人 没错 好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 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在我们节目当中又当婆婆又当 丈母娘的蔡明老师 蔡老师好 你好 蔡妈妈好 月亮好 哎呀 向幸福出发 我觉得我也挺幸福的 今天又要多一个来自延边的女儿 我这个女儿从延边来 非常漂亮 也非常优秀 她的工作也非常好 然后性格也非常好 后边的三位男嘉宾 你们要加油哦 看得出来这个蔡妈妈今天是 是要把女儿嫁出这种信心 现在我们节目录制啊 这个成功率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对每一位嘉宾呢 其实之前都进行了一个 婚恋的匹配测试 没错 当然跟我们的努力也有关系 哈哈哈 来 我们掌声欢迎陈志炎教授 大家好 这个陈教授跟我们分析分析 今天的这几个匹配的情况怎么样 那我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 女生选男生的这个段 因为呢我们对女生选男生的算法 研究的是最多的 所以呢我们相信呢这一场的匹配 可能预测呢会更有参照性 好的 那今天我们这三位男嘉宾 他们究竟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一起向 幸福出发 亲爱的朋友们 向幸福出发 由长安花菜籽油特别呈现 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感谢长安花 同时也让我们感谢共青团 吉林省委 沿边周围的大力支持 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男嘉宾 向幸福出发 好的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 就已经说了今天的女嘉宾呢 来自沿边 非常非常的好 究竟她是谁呢 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韩慧莹 目前在沿边朝鲜族自治州 合龙市财政局 从事国有资产管理和审批等工作 现在的工作充实且稳定 也是我爸妈特别满意的工作 我喜欢沿边 所以在大学毕业后 果断地选择来到这里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都非常有趣 当然没点才能 怎么敢登上舞台呢 我曾在07年获得第二届 世界猪心算比赛的冠军 当年我年仅9岁 同时也被武汉军校特招入伍 虽然由于年纪小 没有坚持下来 但也是人生中 一段宝贵的财富吧 感情中自己对另一半 其实非常宽容大度 不触及原则问题就行 因为和妈妈关系很好 所以感情中遇到问题 会求助妈妈帮忙判断 但是也会有自己的主见 在爱情中我可能不是特别强势 我希望找一个能互补 能理解我的另一半 九岁人就猪心算 全国第一名 世界级的冠军 太厉害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上的 这位女主角是一个天才少女 来吧 掌声有请她闪亮登场 好漂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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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欢迎你好 好 两位主持人好 还有蔡妈妈 陈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 你们好 我刚才看视频当中就是你 比如说喜欢哪个男生啊 或者是恋爱官啊 都会跟妈妈进行交流 对 妈妈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指导 我就觉得妈妈很奇怪 她不会给太多的指导 那你跟她说完她会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们两个在相处过程中 你更了解 所以你更知道怎么去解决 更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她不会说太多的什么什么样的指导性的意见 让年轻人自己来解决 但你是不是很想听到一些建议 对 因为她越是不给我提意见 就是会让我自己觉得很没有方向 然后很没有主见 所以来向幸福出发就来对了 往那看 哈哈哈 我们蔡妈妈就爱给别人提意见 对 都是因为爱对不对 对 嗯 还有一个妈妈她不太知道具体的情况 她怕给你支招支歪了 嗯 所以她还是希望你能够自己去解决问题 嗯 你们家几个孩子啊 你们家住自己 哦 那是不是妈妈当年恋爱 太顺利了 所以呢 这些坎坷都没经过 不知道妈妈怎么会吃到你了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家庭的一种特殊的氛围啊 就是很多事情让孩子自己来解决 其实我可以先给一个更小的建议啊 可以帮你找到自信 咱们就聊你的特长好不好 好 比如说九岁可以获得世界级的珠心算的冠军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对第一次参加比赛 后来还取得过什么成绩吗 一一给我们介绍介绍 哎 在全国比赛还有省赛里面包括 都是冠军 没有没有 但是基本都是一等奖 哇 好厉害啊 都在那练可能都花了同样的时间 但是就是你的成绩好 为什么 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大班一起学的那种 可能有三四十个孩子一起学 然后但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师可能看着相对有一点那种天赋吧 然后就被留下来单独训练了那种 你当时什么感觉会很难 还是很喜欢越学越喜欢 当时觉得也挺难的 因为毕竟小的时候嘛 那么小 其他孩子可能都在玩 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我就可能生活比较枯燥 每天都对着数字算算算 短片刚才还介绍了说 由于这个朱勋酸的能力 然后后来你是入选了叫武汉的军校 对 因为当时就是从一年级开始吧 然后学了一年左右 就获得了那个朱勋酸冠军嘛 当时有一个国家的朱勋酸队 然后就被他们特招入伍嘛 但是由于当时年龄太小 没有坚持住 然后现在就回来了 所以你知道吗 对于未来的幸福啊 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具备是 心里有数 所以特别好啊 既然听到朱勋酸 要不来一个小展示 展示一下你的技能 可以 没问题 我们给三位老师拿个计算器 咱们现场测验一下 接下来呢 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啊 咱们来一个五位数的加法 我只念一遍 你要给出答案 看三位老师的速度快还是你快 好不好 一万九千九百一十七 加四万五千三百四十九 减两万零三百九十一 加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一 加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九 减一万四千四百零六 加五万零二十六 等于 一七二一六五 哇 我根本就没加上 哈哈哈哈 我这等于复数 江老师 江老师是加出来了 我坦率讲是他声音先出来 然后我才按的等号 啊 确实 确实厉害 我连加都没加上 第一个数都没加上 江老师还是不错的 对 相比之下呢 您还是不错的 我拿这个跟人家心算比 跟人家心算比 再来一轮再来一轮 你刚才说这是最简单的是吧 那那你难度增加 那我们当着三位男嘉宾的面 再升级一下我们的挑战 刚才是加点法 我的天啊 这回咱们来惩罚 惩罚会更难一些啊 诸心算也能惩罚是吗 对 惩罚也可以 惩罚也可以 不明白少问 越问越丢人 咱们先来惩罚 四位数的 来 请准备 蔡明老师先清零 来 清零 清零 归零 早就清零了 一直在零那 三千三百二十五 乘以五千零六十七 等于 一六八四七七七五 一六八四七七七五 正确 正确 我非常荣幸地告诉姑娘 我跟你打平了 咱俩是同步出来的 你咋算的呀 现在脑子里边已经有算盘了 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 就是图像 然后就批啪啪啪啪啪啪 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计算器来算 江老师是拿在手里 他是放在脑子里 那练猪心算 就是脑子里永远得记住 那个算盘的那个算法是吗 对 就是从这儿拨一下 从那儿拨一下 然后就看出来了 对 练的时间长了 可能那个算盘就印在脑子里了 而且实话实说 这个小韩可能今天的水平 叫九岁的时候 还有点退步呢 九岁的时候更厉害 确实是 这样 咱们三位男嘉宾来 每个人随口说出一个数字 然后你可以说是加还是减 来吧 一号男嘉宾先出第一组数字 我想了解一下 咱们可以加小数点后面的吗 咦 你可这么有点过分了你 一号男嘉宾 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啊你 对啊 你得考虑考虑我也按不过来啊 整数整数 相信男嘉宾不会为难我吧 你就不是那样的人 直接出数字吧 一万两千三百四十六 加 下一位 五万六千七百八二九 减 一万两千三百二十一 等于 五六八一四 对的 给镜头看一下对吗 哇哦正确 厉害厉害厉害 是那镇宇老师接下来麻烦您一件事 好 好 就这一个互动之后 咱们先看看 三位男嘉宾此刻什么表情 哈哈哈哈 我来站在这 看一下你们紧不紧张 哈哈哈哈 三位男嘉宾都可以向女生提一个问题 那我是一号我先来问吧 咱们在学习珠心算的时候 这父母的意思还是说是您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的呢 当时 学校招生的时候 是父母给报名去的 然后 学习了之后 感觉也没有很爱学 也没有不爱学 但是后来就 被老师 单独拿到小班去训练去培养 然后后来自己也就坚持下来了 想问一下女嘉宾 除了珠心酸之外 还有别的特长吗 没有什么其他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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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了吧 没有 我想问一下你嘉宾 那平时的业余生活 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下班之后可能会去锻炼身体 然后跟同事交流一下工作上的事情 还有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不开心的事情吧 我先说二号太明显了 他在问那个问题的时候 他一个手啊 两只大手在裤边 一直在摆出一个姿势 他松弛的时候是这样的 嗯 这什么意思 军人 军人 是吗 对 确实其他职业里面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纪律部队 要么就是比如警察或者军队 有没有可能是裁缝的摸摸酷线带不带 不是这样的 我猜是 如果猜错了就很丢人 但是一定要把我丢人的地方放出来啊 然后一号小哥很有特色 不知道为什么 他等着我安排你们聊天提问的时候 他一脸坏笑的看我 跟谁都调皮 跟我也调皮 然后跟你也调皮 说明性格比较活泼 想法比较多 而且呢 脸上有小坏笑 倒为难我 三号小哥哥是没有什么特征的 没有太多笑容 姿势也没有变化 所以现在还不知道 我觉得通过我们接下来爱的初选 他们每个人会给自己配一个小图像 然后女生呢 也根据这个图标呢 可以进行一个爱心的一个初选 这个爱心初选选完之后呢 你想看到哪位男生 他前面的大屏幕就可以升起 让你见到他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初选 请看大屏幕 请看大屏幕 第一个还真的是像江振宇老师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调皮的感觉 这是江老师的弟弟 小可爱 你来看一下江羽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想到的是一个小老虎吧 是他的属相吗 他抱个橙子是什么意思 显着这人的性格很有活力吗 很活泼吗 心想是橙啊 有道理 好唱的 我以为他爱吃酸的呢 哈哈哈 个人有个人的分析 哈哈哈 来我觉得刘继东这个比较好猜哈 向往自由 向往自由 就是一大片那种 这样绿油油的感觉 就是让人看着心情很好很自由那种感觉 你是对他的颜色很敏感 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刘卓良啊 这能看懂是什么吗 哎 没太看懂 能不能请教一下蔡妈妈帮我看一下 我真的这啥意思啊 我真的看不出来 像个什么轴承 那像个轴承 这说明什么呢 很大啊 你的工作跟你有关 你是做这个这个轴承的 很柔还是这人很柔 哈哈哈哈 那不会我觉得是不是 说你是一个钢铁直男啊 哦 谁会把这种画作为自己的头像呢 哈哈 这个代代表了有序 这个有点抽象 这位男嘉宾是不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人 做事很有规律啊 所以说如果三位男嘉宾想要靠你的个性头像来营造神秘感 我想说三号 你赢了 哈哈哈哈 他们都没猜出来是什么 江宇 你来解释一下你这张图片代表什么含义 它是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的话是代表今年是个虎年 是我们虎年的迹象物 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运气 第二呢 我的属相和我的属相比较合 这个橙子呢 抱在怀里 就是抱在心上 就像月亮姐姐刚刚说的 心想是橙 季东 来解释一下你的图片 一株成熟的水稻 代表着我性格上的成熟稳重 同时呢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一粒 甘于奉献的好种子 好 桌梁呢 我们都非常期待你来说出答案 其实我选的呢 想代表钢铁 钢中带柔柔中带钢嘛 所以说我选的是卷钢 卷钢 第二呢 经过力量和打磨 它可以是保卫国家的一把利剑 同时呢 它也可以是保卫家庭的盾牌 好 然后平凡 但是却实用 最后吧 我们东北把最可靠 而且关系最好的人叫老铁 好好好 这个解释太让我们满意了 对对对 那你看每个人都分析了 他们自己图标的这个行业 现在我们请陈教授 可以公布一下 我们进行了大数据的分析之后 这三位男生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女孩 他们之间的这个匹配程度 是什么样的 今天呢 有一位两配 两位中配 正好呢 顺序也是我们今天厂上编号的顺序 就是一号江宇是匹配分数最高的 然后他和我们嘉宾呢 良配匹配程度最高的维度呢 是角色期待 双方在家务分工 经济的分工方面 是有着比较好的匹配 然后呢 两个人匹配最低的维度呢 是兴趣爱好 从目前来说 没有发现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位呢 是刘继东 中配 最匹配的维度呢 是生活习惯 男女嘉宾对于家庭环境和整洁有序 有比较一致的要求 作息规律也是非常吻合的 然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两个人的家庭权利方面 也许不太匹配 那么我们匹配程度最低的刘卓良呢 是中配 两个人匹配维度最高的是兴趣爱好 其中两个人都喜欢做家务 但是好像刘卓良说 又没有时间做家务 然后呢 最低的匹配维度呢 是责任感 恰恰是刘卓良 在所有的我们三位男嘉宾里 最喜欢灵活随性的生活 而我们女嘉宾呢 更喜欢更加稳定有秩序的生活 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太匹配 知道了 刚才通过我们这个陈教授的这个分析 和你们匹配的一个结果 所以要进行一个爱的初选的一个选择了 好不好 十颗爱心 你愿意首先看到谁 看看慧莹怎么分配她的爱心 不出所料 先一人给一颗 结果出来了 我们韩慧莹最想第一个见到的男嘉宾是一号江宇 看看她的形象跟你想象的一样不一样 看看坏笑的江宇 帅嘛 很帅嘛 很帅 主持人好 嘉宾老师好 女嘉宾你好 我叫江宇 江子牙的江宇宙的雨来自烟边 江宇 江宇 你看到我们的这个慧莹跟你刚才想象的样子一样吗 肯定是非常好看的 你理想当中的心动女生是什么样子 跟女嘉宾差不太多 好 这情商 回聊天了 回聊天 听完这样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慧莹 很开心 觉得男嘉宾情商很高 但我知道这个慧莹她本人也好 包括她的家庭也好 还比较看重南方的现在的工作环境 因为她现在的工作是爸爸妈妈可能非常希望她从事的一份工作 听想知道她们都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们刚才是爱的初选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三位男嘉宾 所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爱的大挪移 通过两轮短片以及幸福测验共三个环节 逐步展示三位男嘉宾的工作生活爱情观 以及男女嘉宾互动默契值 女嘉宾根据自己的倾向挪动爱心给任意一位男嘉宾 每一轮获得最高新一职的男嘉宾将会获得揭面资格 幸福测试结束后 新一职最少的男嘉宾将遗憾离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江宇的短片 我叫江宇 目前在沿边农村商业银行 从事党务 继检 信息报导等工作 曾经在上海深圳等地工作过 也在金融 信息 管理等不同岗位待过 不过 越见过外面的世界 越觉得需要回家乡 因为家乡的建设肯定比不上一线城市 但是它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回来振兴它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工作者 但我很乐于从小事出发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江宇在沿边的农商银行工作 而且非常值得骄傲的是 当年是非常好的成绩 考入的这家银行 就是经过了两轮面试 一轮比试 然后再去省理考试 最终才会通过体检之后才能上岗 刚才的短片也展示了很多这个航拍 很多大城市的夜景 都去过哪些城市给我们介绍一下 像我刚毕业 然后就投了外地的简历 直接背起书包 什么都没想 直接去了上海 那为什么要回去啊 就是在大城市 拓宽自己的视野 是给自己定了个两到三年的一个计划 多学多做 然后回来建设家乡 当时是这么想的 学本领 立志在自己的家乡发展 而且她对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的满意 所以刚才你给女嘉宾出题的时候 你故意那个小数点后面 因为你在银行工作 你是不是也会猪心酸 我确实不会 但是女嘉宾到时候可以教我 在农商银行工作 作为一个银行职员 哪有不会点钞的对不对 给我们来一个小展示好吗 我们上贷金券 贷金券的话今天是自备的 我给大家先展示一下 就是没来银行之前 我们是怎么点钱的 可能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这么点 然后有可能有些人不太专业的就是 就是这样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但是我们来到银行之后呢 就是先蹲起 蹲起之后夹到中指和无名指之间 然后夹紧 然后这个是个八字形夹过来 只要姿势对了 以后的话速度会上去的 这就是一名普通员工的点钞方法 就刚才那种点钞的方法 最快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我记得是三分钟必须点够四把 我当时是这么记的 一把是一百一百张 要是一百元的话就四万块钱 三分钟 对对对 哇厉害 我建议三位女老师 是不是应该可以学一下 我和江振宇咱就没必要练了 对我们不用练 我们没有钱 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点钞的方法 然后还有后面的 对还有一种就是扇面 这是一个非常快的 哎呦呦这个好帅啊 高手就弹一两下就弹出来了 哇 扇面的弧度特别小 均匀的 就是五张或者八张 十张那么少 大概是那样 银行职员每天会和形形色色的顾客打交道 其实最需要的是耐心 比如说对你们要求是不能够有情绪的对吧 对 如果真的有一刻绷不住了会不耐烦了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遭到投诉 给客户道歉 直到满意为止 哇要求好严 那我得问一下江羽 你看你工作当中也许你受了委屈 然后你如果这个生活当中 比如你交了女朋友了 你会把你这种不良的情绪带给她吗 那是肯定不会的 就是在工作上 多多少少肯定会受到一些委屈 就看自己去怎么想 就如果想这是人生所要必须要经历的 这样的话一切都会淡然的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她吗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真有情绪很不好的时候 会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顶多就是一个人出去散散步 然后听听音乐 然后基本睡一觉就好了 自愈能力很强 自己调整是吧 这是个优点 这是一号男嘉宾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刘继东 他的工作短片 我叫刘继东 目前任职于延级市朝阳川镇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平安建设工作 入职四年 我在工作中逐渐成长 用脚踏实地 践行初心 除了从事本职工作 我还在太兴红色小镇当讲解员 累计接待游客超过六万人次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更喜欢同百姓待在一起 了解群众需要 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 调解群众矛盾纠纷 这些让我收获了更大的幸福感与成就感 我用脚步履行青春的誓言 是将服务的足迹遍布朝阳川镇的每一个角落 将责任与奉献注入工作 生命不息 步履不止 很正能量的一个小伙子 刘继东 在地方的政府部门 而且在这个平安建设办公室做基层的工作 平时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当地的这些市民 那你平时工作当中有遇到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吗 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因为乡镇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 可以说是哪里需要就会出现在哪里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也是比较难忘的是 有一位村民在家里收拾屋子的时候 把头撞破了 我第一时间帮他联系了120 把他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 避免了他头部的破伤风的感染 其实我知道基层工作 它是非常非常繁琐的 而且需要耐心 然后也需要特别特别好的一种态度 去跟群众打交道 然后做好基层的这种服务的工作 是 江振宇老师刚才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说他有一个微动作是这样的 对 我估计我观察错了 就是我以为他是纪律部队的成员 但现在看起来他其实做的工作 更加直接的面向人民群众 那我三个问题 激动 第一个问题是 你有什么从警从军的经历吗 没有 就是紧张 讲话的时候对摄像机紧张 所以那个手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放 是不是 有一点紧张 那好的 第二个是 我觉得你的外型啊 比较硬朗的 然后包括整个人的气质 也属于硬汉型的 你做这些这么家里家常的工作的时候 你的耐心是属于训练出来的 还是说是天生的 就可以做到这么周到和细致 工作上其实这种耐心和细致呢 是逐步的一点一点让自己磨练出来的 通过每一件事情 让我内心都会有一个成长 有一个收获 当处理完一件事情之后 下次再面对或者出现 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定的经验 我看到那个小片里面 有两边当事人 那两家吵架了 为了一些纠纷财产啊情感啊 那作为你来讲 很有可能是受气包那个角色 那这时候你心里积累的这些委屈 一般会怎么疏解出来呢 让自己变得舒服一点 感到压力过大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跑步和听音乐 来去释放和缓解我内心当中的压力 如果有个女朋友的话 你是更倾向于跟她讲一讲 让她来帮你舒缓舒缓 比如她来安慰你 还是说你自己扛住 这些糟心事不跟我女朋友讲 不把外面的垃圾带到家里来 其实我自己能扛住一部分 然后我希望和女朋友分享的 可能是更多开心和快乐的事 你是那种能够愿意为别人分担情绪的人吗 会吧 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然后也会 就是想着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吧 多好啊 这个女儿是个特暖心的孩子 对 温温柔柔的 她不是那种矫情的女孩 好 刘卓良她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刘卓良 是一名沿边边境管理支队的基层民警 19岁高中毕业 父母希望我去部队锻炼 我也很听话 去了 但当我入伍那天 其实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感觉一瞬间就长大了 随着体制改革的到来 退去了橄榄绿 换上了藏青蓝 成为了一名移民管理警察 从事着基层最平凡的岗位 走访辖区群众 边境治安防控 防范常识宣传 矛盾纠纷化解 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经常会碰到朝鲜族老人 他们也会把我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他是一名人民警察 在基层的派出所工作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入伍 卓梁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吧 那个年纪十八九岁 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上个大学呀 可能更自由一点的生活 然后父母呢提出了一些建议 然后我也确实在考虑了 长这么大成年了 从来都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没为爸妈做过什么 但是呢 我要是能满足他们这个小小的心愿 喜欢看着我穿一身制服 本本正正的 我觉得也挺高兴的 但是后来呢 随着成长吧 然后更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也更喜欢这样的生活 父母的建议是不会错的 确实对我人生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意义 竹梁啊 咱们分析一下父母当时的建议的原因啊 一种可能是就是你从小就有这个军人的气质 你是一个当兵的材料 另外一个就是爸妈觉得你太需要到部队去锻炼一下了 你是哪一种 对你是哪种类型 爸妈是觉得我可能更适应这样的锻炼吧 让我去锻炼锻炼成长成长 所以聊到这我觉得竹梁真的和这个慧莹有 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比如说就是和父母之间的相处 都属于那种乖宝宝 特别听爸爸妈妈的话 在自己的人生很重要的选择上面 基本是尊重了父母的意见 无论是慧莹 选择回到家乡做这个政府部门的工作 还是竹梁选择参军入伍 爸妈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比重 竹梁你是属于那种特别孝顺父母的男孩吗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相亲节目 要谈感情了 要跟女嘉宾以及女嘉宾的父母 将来有可能相处 这种情况下 你是怎么看待你和女孩之间的感情的 首先我觉得毕竟过日子是两个人的事情嘛 但是它涉及到的是两个家庭 就之间老人呢都要照顾他们的情绪 我们会听取他们的这些建议和意见 但并不代表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尊重了老人的意见去过日子 如果人家女孩的父母不喜欢你 我觉得对我们改变看法认可我呀 因为父母其实最终的愿望吧 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幸福 并不是说他们要提出什么 一定要有什么要求和意见 这个思路我认为是非常认同的 我告诉你 小伙子能把这些话完完整整说出来 说明他爸妈一定是比较好的爸妈 如果是爹妈心态不好 管得特别严或者撒得特别野 或者非常扭曲 就强力干预孩子的生活 这儿子说不出这种话来 因为他思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替姑娘放了个心 我觉得他爸妈应该是比较好的父母 另外别忘了 人家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做群众工作的 对对对对 非常有经验 是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家庭当中你会怎么处理 跟男嘉宾的思路很像 也差不多是这种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给一个 让他们跟你见面的机会 所以爱的挪移这个环节呢 即将上演 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好不好 来 就是你第二个希望见到谁 你想见到谁呢 对 你把心挪给他就行了 挪一颗就可以 多听话呀 挪给刘卓良了 刘卓良 刘卓良 接下来你可以和女嘉宾见面了 腿好长哦 哇哦 欢迎刘卓良 很帅气很阳光 对老师好 但是今天没有穿警服 挺好的啊 哎你觉得你脱下警服的时候 大家很难猜到你的职业 可能我看起来 比较 轻松一点 一点不严肃 嗯 现在当警察多长时间了 我们转改 从19年到现在 有三年了 因为这个卓良啊 平时还有一个工作 也在进行反诈的宣传 其实你可以跟那个 蔡老师介绍介绍啊 蔡老师 他会不会容易上当啊 被骗呢 蔡老师曾经有个小品 我扫了一个月底 终于把你们扫出来了 对对对 有天往灰灰的一个小品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反专门反诈的那个 对在央视村 我演过一个反诈片的警察 是是是卧底 卧底大妈 对对对对 扫地的那个大妈 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帮你们骗人哪 张大爷 我是听听您到银行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条了 钱怎么没到账啊 坏了 打得我的卡出来 李婶 没想到啊 你藏的够深啊 嘿 我扫了一个月的地 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诈骗方式吗 哎 最新的诈骗方式 他们都是通过电话 简单的就是说一件小事 现在我们经常见的就是快递 它不像之前了啊 你的信用卡在境外花了多少钱 这大伙不信了 对可能大家不信了 对吧 但是有快递 他可能会说你有一个快递到这里了 需要交点手续啊 或者提交你这个个人信息啊 我们来确定这个订单 等等呢 了解到你这个个人信息之后 然后就会误导着你先交款 反正不管是任何一种诈骗吧 他一定是在你 莫名其妙的情况下 他就想找你要钱 他们的花样很多 但是我们防范的手段呢 也是一直在多 你不变硬万变的就是 你一管我要钱 我就不给你 我们那个麻烦那宋阳 他在待着他妈从内户过来说 你干什么了你 啊 你还跟着打架 你看中院你看 人要要要要要专费呢 妈我不在这呢吗 你在说什么啊 他奇怪他在家 他如果不在家 他妈肯定把钱打过去 妈妈肯定很着急 第一时间很着急 他妈真的糊涂了 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对啊 就是啊 我有个叔叔也是 接到了这个诈骗电话 他真的相信 然后他就去银行的路上 特别碰到了北京 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 说叔叔您这么着急干嘛 他说去银行 我得赶紧交钱去 他说怎么怎么着 必须得把那个钱给交了 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个司机就说 你说我给您开了派出所了 说您别去银行了 所以会有很多 我们的公安干警啊 其实是在帮助着很多这些 我们身边的朋友们 哎怎么感觉这个话题拐出去了 不对不对 卓梁这刚要跟女嘉宾见面了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形象的一个机会 非常好 但是有你这样的男朋友之后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安全感会 暴增对不对 是是是 是不是啊 至少他肯定不骗人对不对 他还防止别人骗人 对 你敢骗我男朋友是警察 哈哈哈 哎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你喜欢这样的类型吗 个子很高 哦身材很好 嗯 嗯 周梁呢你对我们 慧颖有什么感受 很温柔可爱 你能不能跟这个我们 女嘉宾介绍一下 你身上的缺点里 你最希望他能包容的是什么 嗯我的缺点 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这个意思 比较爱面子 就是可能在外人眼中 我觉得我要站在一个 呃主导地位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我可以在外面请你给够我面子 嗯是回家我可以跟你认错 嗯是是是这个意思 那有什么事情女生做你是认为 让你没面子呢 比如说我们两个之间有了一些 什么别扭 但是今天晚上呢 可能跟朋友们已经约好了 我们要吃饭 然后可能 把情绪带到当场吧 嗯 发在脸上 我懂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属于那种撑一下就急了 还是说 我情绪其实控制的挺好 不是那种 呃爆发的很严重的人 但是我会把这件事情 记在心里 心里 我回头可能去跟你聊 我想看你是什么态度 你要是觉得呃我说的没问题 嗯 我说的这个确实挺尴尬的 那我们是不是下一次就别这么尴尬 如果我是发脾气的 你可能就不太接得住 发脾气我也接得住 我也不会跟他对着发脾气 但是我会跟他讲道理啊 只要别当着外人发脾气就行是吧 别当着大伙的面 让我下不来台 对对对很尴尬的这种场景 最后终极一问 因为这个事我觉得女嘉宾 甚至很多观众都很关心 俩人家里没外人 真吵架了 但是这事最后就是你错了 那么你会认错吗 我承认他 就是我做错的事情 我当然要承认 直接就说那好我错了 我做错了 好我认识到我做错了 就我就是错了 那么下次注意 会认错的男人都是好男人 因为代表了进步的可能性 不认错的男人 你就后面吃亏吃大了 所以你看 表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所以说来说去 这不叫大男子主义 冲其量就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对 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到 在外面给男朋友面子吧 完全可以 我感觉她就是那种贤惠 而且特别善点人意的小姑娘 放心 在我们妹妹这儿 不会发生这种事 关键是找这样一个大哥哥呵护 感觉也挺好的是吧 是的 但是但是还有一位男生 我们没有见到他呢 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好吗 这回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和爱好 我们继续来看片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其实那时候不是很爱学习 但我的老师非常好 他不会因为我是差生就不管我 反而让我在一些活动中负责相关事宜 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热爱了生活 热爱了学习 这也是我现在培养如此多的爱好原因 我喜欢魔术 朗诵 摄影 健美操等等 朋友们也称呼为 咱家 我很喜欢与他人打交道 也喜欢在工作之余寻找生活的快乐 好多的爱好 对 而且好多的爱好 都是和女嘉宾息息相关的 你知道找一个喜欢摄影的男生 会有多幸福吗 相册打开全是你 对 那些全是好看的照片 而且提到了魔术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好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原创的魔术 你其实说它是魔术 不如说是检验我跟女嘉宾之间默契的一场游戏 花言巧语 这是一副很普通的普克牌 女嘉宾就是从普克牌这个顺序 要快速地看一遍 看完一遍之后进行洗牌 不能看 然后分成若干份 然后我通过与女嘉宾确认眼神 从她的眼神当中汲取这个牌类的顺序 然后只要说说这一络的第一张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牌 真的假的 来来来 再试试 非常好的武术 这扑克不是带什么记号了吧 绝对不是 可以先看一眼 肯定是用很普通的 全部都看一遍 全部都看一遍 好 然后你进行洗牌 能洗多烂就有多烂 但是你不能看牌 你可以分成一二三四五六 最多可以分成六分 因为有六个人 好 下面进行吃人眼神环节吧 好 到你最期待的环节了 那有请女嘉宾从这一楼随便选出一张 我告诉你它是什么牌 第三张 第三张 第三张的话我觉得是红桃六 当然这个牌是最后才能公布 然后第二张是有请月兰姐姐我们选择一张 我选择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是黑桃石 下面有请杨帆主持人来选择这里的一张牌 为了防止你看见我的眼睛我挡着点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二张是方块三 哎呀我这么紧张怕忘 好有请我大哥 呃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二张是梅花钩 我也是第二张 好 再有请我们的蔡阿姨 哈哈 第六张 第六张应该是梅花间 一定要记住啊 好 这个魔术是不是叫联盟带虎啊 大家谁也没看着 然后最后一轮由我们的陈教授来选 第三张 第三张是黑桃舞 三张 都没看到这黑桃舞 就是魔术的魅力 那有请我们月兰姐姐开始公布 你是哪张牌 我是什么什么十 梅花石 嗯 红桃石 黑桃石 黑桃石 对黑桃石 那有请杨帆主持人来说 你的那张是 方块三 对方块三 那有请我们我大哥 草 草花钩 对梅花钩 然后我们的蔡妈妈 梅花间 梅花间 我们的陈教授 我忘了 黑桃舞 那女嘉宾的张牌是哪个牌啊 红桃六吧 对 红桃六 那这张牌肯定是红桃六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失传已久的搓牌 我相信搓牌只有在电视上 才能看到过 但是再次偶然的机会 我学到了这个技巧 所以说我可以展现给大家 我要把这个红桃六 就是可以搓到这里头 哇 哇 和空遗物 怎么搓的 我看看 啊就是很简单 出 就性命感应 二 三 哎呦 好 就是女嘉宾打开这个牌 哇 好 出红桃六 那下面呢 把所有的牌 全部放到这个盒子里 那下面呢 就是我只有这一张牌 我就是搓到大家想要的这张牌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一部牌当中是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郭先生凯奸 我们从中选取五张牌 先由女嘉宾来选 二六四八九 女嘉宾把二六四八九 选走了之后 那在剩下的牌中 由月亮姐姐再选取五张 啊 她把这个牌排出法排没了 不能选这五个数了 对对她选走了 那就一 三 五七九嘛 五七十 不是 五七十啊 对 月亮姐姐把一三五七十 选走了是吗 那由颜杨帆主持人来选 我给你选四个行不行 勾圈凯奸 勾圈凯奸 没有别的了 好 那勾圈凯奸当中 由我们大哥来选出两张 K和奸 她选择了K跟奸 那由我们的蔡妈妈 从K跟奸当中选出一张 是 蔡妈妈把奸选走了 那就剩一张K K的话有四种颜色 我只能变出一张 那四种颜色当中 有黑桃 红桃 方块和草花 由我们陈教授来选出两种颜色 黑桃和红桃 那最后有请女嘉宾 在黑桃跟红桃当中选择一张 红桃 女嘉宾把红桃选走了 那就剩一张黑桃K是吧 那下面的话就是 我要把这张牌搓成这张黑桃K 这个魔术能不能成功 就看我跟女嘉宾的默契 有没有那么铁 因为牌都是她洗的 有时候从她的眼睛当中去 抓到了这个信息 具体能不能成功的话 我也很紧张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加油 加油 加油 谢谢 好 有请我们女嘉宾 别紧张 T2K是吧 对 谢谢 谢谢你的这个魔术 谢谢 谢谢 而且利用这个魔术 已经确认过眼神了 是吧 就是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刘继东的生活短片 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表演 主持 大二的寒假去横店当群众演员 回来之后 在学校里创办了 帝欧喜剧社团 举办颜面大学第一届喜剧人晚会 工作之后空余时间变少 就把热爱的事情和互联网结合 开启了直播带货 帮助村民销售农特产品 累计销售150万元 所以他们也亲切地称呼我为 基层欧巴小刘 我把直播中的礼物收入 捐赠给了母校的贫困生 希望他们可以趁年轻 把梦做完 哎呦 不错 不错 他说话是这个一板一眼的 但人家还做的是直播带货 还创收了 还学表演 搞喜剧 你看这个片子完全想不到 是刚才的那个熊逼 你也不是学这个表演专业的 怎么当年去横店当群演的呢 因为当时自己内心当中 有一个当演员的梦想 我想去横店去尝试一下 你都演过什么角色 都是演一个小士兵 那你当演员当了几年呢 是在大二的寒假 去了一个半月 所以回来之后 就创办了这样的一个戏剧社 对吗 对 回来之后呢 在学校里组织喜欢表演的同学 创办了帝欧喜剧社团 你们的喜剧社团演什么呢 演小品 哇 那今天你听说蔡明老师在现场 你也得很激动啊 特别的激动啊 你看你就生活挺丰富多彩的 为什么会一直单身呢 我就是觉得还没有遇到自己 心仪的那个人 觉得缘分可能还没有到 但是搞喜剧的人啊 我觉得特别注重 就在生活当中这个 对方能够懂你 就像那个好的搭档一样 你抛出一个梗 对方能接得住 假如你的另一半没有一 幽默细胞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 但喜剧演员的另一半 不一定都是幽默的人 有一个老师特别幽默 他说回家给他老伴讲一笑话 他说我给你讲一笑话 他就有一个人去吃饭 进门以后把大衣 就拖着放到门口那挂上了 拿着菜 拿着说 给我来一个凉拌鸡丝 对不起 先生 没有了 来一个拍黄瓜 对不起 先生 没有了 来一个新树炒鸡蛋 对不起 先生 没有了 把我的衣服拿来 我要走 对不起 先生 没有了 这个菜就完了吧 然后他老伴特别生气的是 没有菜就没有菜 还把人大衣给拿走了 他生气了 所以这样他们也过一辈子高高兴兴的 我倒是非常好奇 因为我们如果还记得第一轮 他的工作状况的话 他其实是那个调节 基层治安建设 还包括一些 其实都是有点严肃的事情 然后呢 今天我们又看他卖货卖了150万 说明口才很好 很有感染力 然后还能够有幽默细胞 那么这三个 哪一个更接近生活当中 跟女朋友相处的你 我觉得应该是带货的状态 可能更适应于生活当中 和女朋友相处的状态 他直播带货 他直接就可以跟网友 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了 他其实就是在做销售嘛 他面向的这个受众会更广一些 哎我问一下季童 就你那卖货那里边 都卖什么油呢一般 庞安花菜籽油 哎 哎这样啊 一会我们大瓶升起 给我们现场带个货 那最后呢 还有卓梁的生活短片啊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因为单位距离市区较远 平时我就住在宿舍 虽然生活被工作填满 看似枯燥 但是啊 我的生活中 却从来不缺少快乐 工作之余 我喜欢健身 看到现在的我 大家一定想不到 我曾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瘦身五十斤 即使没什么音乐细胞 却偶尔也练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唱给自己听 保持身体健康 也会有助于 让儿历之年的我 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希望我的生活 可以永远充满热爱和阳光 这个有点想不到啊 这卓梁你看起来那么瘦 是是 减了五十斤 曾经一百七十斤 一百八 哦 就是身体上可能追逐太多了 行动不便 然后也不方便训练 体能也有所下滑 然后就觉得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要减肥 用多长时间 三个多月 就每天泡在健身房里面 然后控制饮食啊 就是控油啊 糖 如果说为了瘦身 为了健康 为了形象减肥五十斤 我们都羡慕你 但是涉及到两个人在一起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是否还需要 控制饮食来保持你的体重 我是 根据体重的变化 以及心情的程度 决定我的身材如何 哈哈 假如就现在你体重最近就是 稍稍就是长了一点 超出你自己的容忍度了 女朋友现在就想去吃一顿 严急的烧烤 不差这一顿 哈哈哈 哎 我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吃什么 我不挑食 啥都可以 啥都行 啥都爱吃 女生喜欢吃什么 我比较喜欢吃辣 然后我也不挑食 周莲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平时做这个警察 然后和群众打交道会比较多一点 是不是时间上不会那么自由 是的 是的 这个基本上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 群众有什么事 我们都是要打电话马上就到 这个情况你要提前要介绍清楚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会营会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觉得不是很介意吧 就是工作当中忙一点 要自己充实一点挺好的 不是很介意这方面的因素 我们会营一直都是这么善解人意 那我们两轮短片看完 这一轮是看的是跟工作和生活有关 所以呢 接下来又涉及到最后一次的 接屏爱心挪移 来吧 你的选择 你要看他你就再给他一颗心 对 祝贺刘继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刘继东的庐山真面目 好 李嘉宾好主持人好 周围老师好 从我想象当中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会比我想象的要成熟一些 这个站姿这个这个状态 真的觉得你应该是有过 真的像个军人 对有过军人经历的一个人 这是之前有练过吗 有的时候想让自己的身板更挺拔一点 会搞一个特别直的墙 就可以要给自己练习一下 我们想看看你带货的能力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平时就是你的工作的状态 特别是在直播间里什么样 来长安花菜籽油 大家好我是小刘 今天呢为大家甄选了我们长安花菜籽油 那么听到长安花菜籽油啊 我相信在每一位朋友心目当中 一定会浮现出一句古诗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那么今天小刘为大家甄选的 我们长安花菜籽油呢 产自我们的青海 原料呢选自高原所生产的小地儿菜籽油 所以说我们家庭用油首选长安花菜籽油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 季冬可不可以多带一件货呀 就是你在直播间推销一下自己呢 哦 这个好 这个好 女嘉宾 您觉得我们的长安花菜籽油怎么样 很好 用我们的长安花菜籽油啊 炒出的菜特别香 而且今天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福利 如果您购买了长安花菜籽油呢 小刘亲自为您炒菜 难道这个还用买吗 这不直接送吗 她的意思是买油送她 买油送小刘 好 我们两轮的这个爱的挪移 我们了解了三位男嘉宾的工作和生活 那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 还会通过进一步的幸运测试 也让我们了解彼此更多的信息 这个出题权还是交给我们的陈老师 就三位男嘉宾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一生中到现在为止 最快乐的时间和地点 以及那个事情是什么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非常的快乐 最快乐的一次 最难忘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次来 来咱们节目一次 哪个瞬间是你最难忘的 就是刚才女嘉宾一步小心把心划错了 我那个最多的时候 开心了一下心是最多的 结果发现都挪错了 让我觉得最快乐且最难忘的 我认为应该是在参加神考 我考的是乡镇选调生 当笔试和面试都出来成绩的时候 那是让我觉得最兴奋最快乐的时候 怎么呢 这一次考试的成功 相对于自己来讲 是人生命运的一个转变 或者人生一个新的旅程 考上了那一瞬间是吧 在笔试我是第二 然后面试呢翻盘 最终上岸了 所以这让我挺难忘 哎呀 确实难 嗯 最快乐的试就是考上了一个大学 查分数吗 哦 对也是查分数 电脑上啊 对对对 对查分很感兴趣啊 对对对 然后毕业之后 可能找的工作 也是自己比较兴奋难忘的事情 那今天也是不断在刷新我的快乐 不断在刷新我的难忘时刻 能够认识大家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最后快不快乐 就得看你们新的这个多少了 陈教授对三位男士的回答满意吗 我们这个问题哈 其实在考察一个人 是否能够比较个性化的 真实的展现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 越具体 越细节 越能够打动人 因此呢 我们刚才的三号男嘉宾 说了一个此时此地 非常具体的 所以呢 这个会跟我们印象很深 而相对来说 如果说抽象的说 我一直都很快乐 虽然听起来好像给人的品格加分 但是不会有太多的 对人的触动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刚才您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的三号 是的 我相信各位老师也是同样的感受 所以我们这份礼物是要送给他了吧 来 送你一份礼物 现在是最高兴的时刻 这咋还能拿礼物呢 祝贺你 感谢全民优生活 提供的羊乳制品 作为本次嘉宾的精彩奖品 向幸福出发 全民优生活 乳品新选择 好的 杨凡 接下来咱们这个时刻 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女主角了 最后的一次挪心 那心一直最少的那位呢 就要提前离场了 做出你最终的选择和答案 我们刚刚聊了自己最快乐的时刻 接下来就是最不高兴的时刻 不希望你没有压力 我们没有好与不好 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可以了 结果出来了 好的 可能要对刘继东说声 抱歉了 在这个环节当中 你的爱心值最少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这次来参加《向幸福出发》 当然你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此时此刻 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今天呢 很高兴能够登上 向幸福出发的舞台 在这里呢 我想祝女嘉宾 祝我们台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幸福 一起向幸福出发 谢谢 提头 我觉得你已经慢慢找到 你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虽然要遗憾离场 但有时候遗憾当中 才会让我们明白很多 人生的经验和道理 可能今天最后的这个瞬间 才是你未来 你觉得最有财富的那个瞬间 谢谢你 季东 谢谢 我们有长安花菜籽油送给你 人家还有礼物呢 对 你这带货带了半天 不能白忙活 是吧 不能通手啊 来 谢谢你 谢谢你 参加向幸福出发没有失败 祝你今后人生的每一步 都是通向向幸福出发的路 长安花菜籽油为你加油 好吗 好好好 拜拜 谢谢你 季东 谢谢你 季东 台上的这两位呢 现在的新一职呢 是打成了一个平手 未来能不能走到一起去呢 还得问问代理丈母娘 对 最后给二位男嘉宾一个 也不算提问了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女儿做什么事情 会触碰你的底线 我觉得应该是挑相对就是很轻 但是触碰到你原则的了 对吧 先来说吧 我觉得呢 不太喜欢被人掌控 过多的掌控和控制我的生活 就是要有空间 给双方彼此的一些自由度 不能过多的去干涉于我 说包括你个人的想法 来掌控我的这个意思 还有自己的空间 我听来听去 还是说跟兄弟们聚会的时候 不是让你回家 这个就是 总觉得是这个事 不太喜欢压迫感吗 那你会对你的女朋友 也是用同样的标准吗 就你会尽量控制她 还是说也给她留一些空间 我一向都是就是我 如果要是她接受不了的事情 我也不会 强加于 对 我不会强加于 极手不依 不视于人 对 就是大家都轻松一点 不要搞得那么有压力 好的 小江 最不能接受的话就是欺骗吧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就我肯定不会欺骗女嘉宾 就比较实在 但如果说女嘉宾如果欺骗的话 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但是欺骗有时候 假如说善意的谎言 你能接受吗 那是可以的 妈妈满意吗 看我女儿更喜欢哪一种 实话是说有您现在 比较看好的女婿吗 我觉得她俩都可以 就是您现在没有天平没有清闲 我觉得她俩都挺好的 就是遵从女儿的这样 尊重她的选择 她是喜欢更阳刚一点的这个警察呢 还是喜欢会变魔术的这个 银行职员 银行职员呢 她俩完全不一样的职业 性格也不是很一样 但慧莹我觉得今天参加完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对于你选择什么样的男生也会有一些帮助呢 会有 是吧 可能让自己更有主见 然后也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吧 有什么要补充的问他们的 好 那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做出你的选择好吗 我能给点推荐吗 可以 嗯 那其实呢 刚才淘汰走的二号我也觉得挺遗憾的 因为我一直期待我们节目能够出现一个 男嘉宾特别紧张 但是女嘉宾选了她的这种情况 因为这属于一种逢低买入啊 就是你非常能够赢得男嘉宾感觉到非常被支持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很多人上节目都是有压力 会有很多顾虑 所以会大打折扣对她生活中的形象 可能她生活中会有趣和丰富的多 那么现在现场的两位呢 我会更倾向于的是我们的一号 因为江宇呢我会注意到就是她会更多的看你 她可能在这个照顾你的感受部分会多一些 沟通性会好一些 当然呢我们的这个卓梁有一种后来居上的感觉 但是呢我会觉得如果你和卓梁在一起呢 你要配合她多一些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嗯 谢谢陈老师 不代表那个测评的意见 因为测评的意见之前给了 但是是这样 就是其实女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半的时候 不一定会完全听别人的意见 可能会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 但是有时候别人给你的意见都是非常善意的 选与不选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都会支持你 因为他们俩都很好 但是不知道他们是否和你一样都会双向奔赴 才能够牵手成功 我们要看最后这心动的60秒了 爱的斑马线 男女嘉宾在斑马线前直面彼此 把握最后的告白机会 60秒倒计时 前进还是驻足迎来幸福抉择 倒计时60秒 男孩子勇敢一点 男孩子应该是主动的 如果对面的那个女孩是你 心动的 就请往前走 但是今天的牵手 就让你们的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 可以去了解对方 可以去更好的去迎接你们的未来 觉得第一位男嘉宾就是很大方 然后也没有很紧张 很自然 表现得很好 可能对第三位男嘉宾的印象比较深吧 因为感觉他在爱情里面 列出来的条条框框比较多 加油加油 加油 男生啊 我有看到慧莹其实身体一直在做挣扎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其实我们各自的身体语言 代表了我们自己对爱情的看法 可以说明这次我们是最后的机会 有没有往前走的 特别往前走的 他有最后的机会 让我们赶快去 三二一 很遗憾 虽然没有牵手 这个代表了两边的年轻人 其实都有着非常稳定的自我判断 在这么多的机器 这么多其他人的眼光的注视之下 其实想要稳定住你的心情 变得得体是很难的 但面对着对方的人生 人家花了时间和精力 跟我在一起相处 到底我能不能够给人家反馈 这是非常负责的表现 不管男生女生 我都要给他们点一个很好的赞 我觉得虽然今天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也许台下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是 好不好 没错的 来 太妈妈 在一个地方工作 在一个城市离得不远 然后下去大家互相留个微信 成为朋友 好吧 来 给我的女儿一个鼓励 好好的 妈妈一个拥抱 好好的 谢谢蔡老师 好好的 你们的爱都在路上 是的 我们都在走在向幸福出发的路 对 我对今天的结果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预感 我相信三位 包括离开的你们四个人 会成为好朋友 不会成为恋人 因为今天明显感觉 彼此不来电 对 这个是很微妙的东西 没错 我们不是只是做节目 我们真的是要再做一件事 促成有缘的 有感觉的年轻人走在一起 对 不勉强 对 不是为了节目勉强自己 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能够正视自己爱情的一个世界观 很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 这一点非常好 对 但我们依然要祝你们幸福 对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祝你们生日也幸福 长安花菜子油 高原小丽味更香 长安花为你们加油 因为已经过了那种冲动的年纪 需要考虑的比较多 比较全面 可能私底下会 深入了解之后再做打算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自己表现的 有些地方还是不足的 觉得缘分 缘分需要慢慢去碰吧 可能它就在未来的某一个点 它在等着我 我觉得遗憾就是 在节目里边表现得不是很好 自己很紧张 希望以后自己在这方面 能多多地提高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说我们的节目呢 有科学的基础 因为我们经过大数据的分析 认为它们非常地匹配 但实际上 在真正牵手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要尊崇 自己内心的那个想法 真的遇到对的那个人 才会把他的手牵起来 希望在我们向幸福出发的路上 我们能够见证 一对又一对的年轻人 牵手成功 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 期待见到更多的有缘人 这里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谢谢三位嘉宾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